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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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下他对典学的功夫 那就更好奇了 前两年张教授还把这典学 纳入了自己的研究课题 只是这个课题该怎么具体入手 却让他有点反弹 是啊前面就说了 这会典学的这高手 一般人只在这小说电影这边见过 咱们可以不用那么较真 可要把这典学当时这科学课题来研究 那就不能马虎了 最起码您得找一个会这门功夫的人吧 那这样的人该上哪去找呢 别说张教授到这江湖上一打听 还真就找到了一位会典学的高人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张教授打听到的典学高手 他叫张建光 今年38岁 张建光自幼起舞 学的还是太极张三丰开创的内加权 而这个内加权里刚好就有专门的典学人 张建光啊都已经练了十几年了 而张建光一接到张教授的邀请 那也是非常的辛苦 为什么呢 平时机会也不多 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社会 就是 就是能够能够愿意 比如说来这个 来让你点的人还是少的又少 平常一般自己练的都是那种 也是找一些器杰上 模拟的一种 是啊 现如今那是法治社会 好人不用说呀 坏人那也自有着警察去管 您要真把别人点出一个什么毛病来 非但没人夸你功夫高 弄不好 那还得犯故意伤害罪 所以呢 张建光虽然学了这么多年的点学功夫 却一直都英雄无用武之地 如今终于有机会一显身手了 您说他能不高兴吗 这天呢 张建光就兴冲冲的 就来到了张教授的实验室 可一到实验室呢 哎 他却有点傻了眼 实验室里面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两只小猪 哎 你不是要找我点学吗 这是演的哪出啊 看到张建光满脸疑惑的样子呢 张教授笑着就说出来其中的玄机 你张建光怕出事 不敢拿真人练手 我也不敢呢 再说了 就算我敢 一时半会儿他也找不着 愿意被点的人呢 您呢 就凑合一下啊 先在这个猪的身上闲着身手吧 张教授还对张建光说呀 你还别觉得委屈 这两只小黑猪 那可不是一般的猪 它是野猪跟家猪的杂交品种 性子烈的 就跟那野狗似的 连屠宰场的这老师傅 他借了都头疼 你要是把这么裂的 这个小猪给点住 哎 那点学神功的真实性 那就不用怀疑了 看着笼子里面两头 皮糙肉厚的小猪啊 一开始呢 张建光心里面 那是八百个不行愿 你说自己辛辛苦苦 练了十几年的点学功夫 到头来 这处女秀 却要用在一头猪身上 传出去呢 还不让人笑掉大牙呀 可后来呢 架不住张教授苦可婆心的做工作 张建光啊 他终于是想通了 得 点猪啊 那也是功夫 就当是给科学研究做贡献了吧 于是 他很豪迈的对张教授说了 把笼子打开 我要大险伸手了 没想到 这时候呢 张教授却说 先别着急动手 您呢 还是先熟悉一下猪的穴位再说 原来啊 不光是猪 大一点的哺乳动物 那全都有自己的穴位 很多兽医啊 就是靠着这些穴位 来给动物针灸致病 中文有叫兽医针灸穴 这在全世界都有 不光在中国 比如说在阿拉伯人 我在阿拉伯国家待过 他们用穴位给骆驼致病 在认真的学习了 猪的穴位图之后呢 张建光胸有成熟的 就开始点穴了 这次他要点的 是位于猪臀部的 一个叫大胯的穴位 那么按动物穴位理论呢 大胯呢 是猪身上一个 很重要的穴位 你说这么重要的穴位 要是真被点中了 那猪身上肯定会有反应啊 那么张建光的点穴功夫 到底零不零呢 猪被点了之后 又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那家拳高手给猪点穴 为何屡屡不能奏效 是功夫不到家 还是人猪学会相逸 人猪大战 最终将以怎样的结果收场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紧物 经典传奇 武功绝技一起来练 古老辉煌的武侠世界 传说中的武功绝技 叫做一个笔头 喷拳 就是近距离发力 产生穿透的力量 核化转腰 规避 获得极大的一个运动速度 像有些死血一般是不能点 无需武功一击 破解绝技之秘 老死 就像撕了一个法一样 像是架的穴位 产生的这种摩擦力 然后使身体向上爬越 战权所有搏击的最高纲领 说到为了验证点学功夫的真假 张维博教授找到了自称 练过十几年点学功夫的张建光 让他在猪身上做实验 那么这个实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往下看您就知道 一切准备停满之后 一只小黑猪就被张教授从笼子里面拎了出来 放到了另一个藏着口的笼子里 稍作准备 张建光就出手了 不愧是练家子 就张建光这个点学的速度 跟武林外传里面的白展堂 那都有的一笔 绝对称得上是指如疾风 势如闪电 那么如此精彩的出手之后 那头中了招的小野猪 肯定也该是变得呆若木鸡了吧 哎 被点了之后 小猪还真就木在那一动不动 看来张建光的点学那是立竿见影啊 谁也没想到 就在大家准备拍手较好的时候 一件让人大跌眼镜的事情发生了 在场的人一下子全傻眼了 只有张建光那是面带微笑 很是淡定 为什么呢 原来张建光说 说自己是第一次给助点学 还不是很习惯 为了不让大家失望 他准备再试一次 而这次呢 他决定降低一点难度 改点小猪腿上的一个学位 这个学位呢比较好点 肯定能够一击成功 果然小猪被点之后 明显待在那就不动 不过呢 有了上次的教训 大家觉得还是先沉出气 观察一段时间再说 结果呢 这一观察 坏了 还没过半分钟 这小猪啊 那时候顾忌重演 杀着花又跑开了 看着笼子里面活蹦乱跳的小猪啊 大家的心啊 全都凉了 感情张三峰传下来的那家点学神功 连只小猪都制服不了 或者是张建光学艺不精 功夫还没练到家 再不然 那就是压根就没有所谓的点学神功 一看大家怀疑的眼神 张建光他没法淡定 他主动要求再点最后一次 这次为了效果明显 张建光特意选了猪身上一个 最重要的学位 叫深柱 深柱学位于 这个猪的背部 那么这个学位呢 对猪来说啊 那就相当于人身上的太阳学 那可是会致命的 可能会对生命中枢 一些呼吸中枢啊 一些这些方面 可能会产生一个刺激 或者一些影响 哎 看来张建光这次是绝不在手下流行 一定要成功的把猪给点住了 如果点学神功真的有效 那这次他一出手 小猪不说当场毕命 那至少也得是身受重伤 小猪要还是跟打了鸡血似的活蹦乱跳 那不用说这点学 那肯定是不灵了 哎 说话间呢 这边张建光又要动手了 很明显 这次他可是下足了功夫 只见他站在笼子边一动不动 右手十钻十松 就在小猪没有半点警惕的时候 张建光出手了 这次张建光很肯定的说 他完全点中了猪的身住血 那么小猪会有什么反应 哎 一开始呢 还算符合大家的想象 猪愣在那是一动不动 好像是被点出什么毛病来 但是 没过几秒钟 哎 听到这个但是 很多人应该猜到我接下来要说什么了 没错 但是 小猪紧接着又在笼子里面蹦打开了 好 都说事不过三 如今都点完三次了 小猪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张建光脸上虽然还带着笑 可那份尴尬就连瞎子都能看过 看到这呢 我想电视机前不少人呢 也要不耐烦了 这搞什么搞啊 连个猪都对付不了 还太急张三峰的传人呢 别给祖师爷丢人了 哎 您先别着急的开骂 后面呢 还有情况呢 就在大家准备散伙 该干嘛干嘛去的时候 哎 张维波教授 突然就发现 不对 小猪身上好像不对劲了 刚刚被点了三次去 但每次都能一笑而过的小猪 这是明显开始变得有些耻对 用力的拍它 它都烂洋洋的不愿动 跟前面那一触急跳的野劲 那简直是判若两人 啊不 判若两猪 哎 这是怎么回事了 难道说点穴现在才开始见效 这事呢有人就猜了 别不是刚才那几次点穴折腾 把这小猪给整累了吧 不过呢 很快 这个猜色呢 就被推翻了 为什么呢 一连几十分钟 小猪都跟电影里面那些 被点了穴的人一样 呆在那儿是一动不动 他那条被点过的左后腿 也明显的开始弯曲 再过了几分钟 小猪就跟那主厨的面条一样 软软的一下就瘫了下去 不行 我实在扛不住了 虽然我趴下了 但是我挺了三十分钟 也没给咱们野猪丢脸 今天就算是给人类的经络学研究 做点贡献吧 同志们 猪趴下了 哎 想想也是 猪皮比人皮厚 被点穴后的这反应比人慢一点 那完全可以理解 对吧 看来啊 张建光这个太极那一家全的点穴神功 还真不是浪得去命 经此一战 张建光的点穴功夫那算是出门了 来找他拜师学艺的 交流切磋的 那是络绎不绝 不过呢 来的人里啊 也不全是较好的 有人就说了 哪有这么神呢 猪中招了 人不一定会中招 这个猪他又不能说话 万一要是巧合呢 对这次的结果 还有一个人也不太买 谁呢 发起实验的张教授 为什么呢 你想想看 张教授搞这个实验是为了啥呀 除了要验证点穴神功的存在 更重要的还是要搞清楚这里头的诀窍 可这个实验 只达到了前一个目 而点穴的奥秘所在 他还没没能破解 那么要把这个课题整个完成 张教授想想去还是觉得呀 非得在人身上试一次才行 他这猪好找 人难寻的 上哪去找这样的实验对象呢 哎 还是那句老喊 踏破铁鞋五米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这个实验对象啊 他自己他就送上门来 您现在看到的就是那个自找苦吃的主 他叫张云来 别看长得精瘦精瘦的 其实啊 人家那也是一个习武多年的高手 张云来呢 从小练的是散打 不过呢 对传说中的点穴神功 那也是一直都特别好奇 你说这么神奇的功夫 到底是一种传说呢 还是真有其事呢 张建光给诸点穴一举成名之后呢 张云来马上主动找到了张建光 你们不是发手找不到人点吗 没事 往我身上招呼 我来试试这点穴神功的威力 我觉得点穴 只在书里和电视里看过 从从来不知道真正的点穴 和这个书里和电视上的描写 是否相近和是一样 这个当时就就很疑惑 也怀疑点穴如果点穴到底什么样 因为从来也没见过 所以我就特别想试试 嘿还真有着不怕死的 那么张建光会让张云来来做火把子吗 点穴神功初战告捷 人体实验又会有怎样的结果 现代化的检测手段 还将给我们揭开哪些隐藏的奥秘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上街说到张云来找到张建光 主动要求在自己身上做点穴实验 那么看张云来挺有诚意 又有功夫的底子 张建光开始 那是一口就答应了 没想到张云来接下来提的一个条件 却让点穴实验这事差点就黄了 那张云来又提了什么条件 他说要玩那就玩真一点 他要和张建光对打 让张建光在打斗中点他的穴 按说这是个好主意 您看这小说电影里边 那点穴可都是在对打当中进行的 没想到一听这个要求 张建光却把这头摇得跟这波浪鼓似的 为什么呢 他没这个底下 不是张建光说呀 本来这点穴就够伤人的了 张云来呢还想一边打一边点 而自己呢从来没在人身上点过 这万一要是出点差错 失手点中了张云来的重要穴位 那可就麻烦了 像有些死穴一般是不能点的 死穴是不能点的 死穴点完之后 即使这个人不死 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所以一般死穴不点 有些部位因为它靠近一些比较重要的 这个这个咱们的脏器 所以说如果这个对这些部位进行重刺激 比较比较这个这个大的力量的刺激 那么有可能会产生一些 比较比较严重的这种这种这种效果 就是不好的效果 可能导致人的这种这种损伤或者瘫痪 他这可不是下午睡 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 33岁时七笑报亡 叶士官他怎么查 那都没有查出死因 而功夫圈里面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 那就是李小龙他着了高手的暗招 被人点了死穴 这才查不出死因 当然这个说法是真是假 那今天不给咱们说 不过张建光的担心倒不是没有到 那怎么办呢 俩人商量了半天 最后总算是达成了一致 没把握的事那就不干了 张建光还是在静止的状态下 给这个张云来点穴 而且指点张云来腰部的张门穴 因为这个张门穴他不致命 但又很重要 一旦点穴成功 他可以拦腰截断 人体上下运行的器械 反应会很大 商量好这些事项之后 几个人就来到了一片小树林 他这人体点穴实验 也算正式开始 虽说是自己主动要求被点的 不过看得出来 张云来心里面还是有点紧张 只见他摆好了架势 紧握双拳 绷足了劲 有着十几年散打功底的 这张云来他就知道 自己运气到这个份上 那就算是有人 扔根棍子照他身上打 他扛了几十棍那也没问题 那几个指头戳一下 那应该没什么大事吧 哎 这边呢张云来他正在胡思乱想呢 那边张建光出手了 那么张建光第一次在人身上点穴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哎 说起张云来当时的反应啊 张建光直到现在都有点后怕 一点之后呢 只见张云来一下子就摊倒在了地上 捂着肚子 说不出话 都有什么样 哎 放松你放松你放松你放松 你放松你先送来的 我先送来了你先送来了你 你先送来了你 dejar走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遍张云来被点穴时的画面 通过慢动作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张建光用的力并不大 这个手指呢只是快速地在张云来的腹部擦了一下 而就是这一擦张云来他就塌了下去 这可跟咱们在小说电影里面看到的情况不一样 不是人一被点穴那立马就变成了木头人 对这一点张建光说了那是不可能的 像这种就是影视作品的一些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 包括影视作品里是有笑血什么的 点完之后人大笑之后完整而死 实际上在现实当中是不可能的 一看情况不对 张建光赶紧把张云来扶到树下开始给他解穴 这时呢大家才知道 这解穴跟电影里面也完全不一样 不是伸手一点这个穴道他就解开了 张建光解穴那是在各个穴道上不停地揉捏 倒更像是推拿和按摩 解穴之后又过了十几分钟 一直处在半昏迷状态的张云来 总算是缓过劲了 那么他是怎么描述自己被解穴之后的感觉的呢 虽然没有电影里面那么神奇 一被点穴人一下子就变成了木头人 不过呢相信您也看出来了 就张云来当时的那个样子呢 跟木头人呢也没啥区别了 完全是认认百败 就这样张建光他也说了 因为自己心里没谱 下手点穴的时候呢 他只用了两成的功力 那要真是用了全力 那还不知道会怎么着呢 点穴的这股劲儿好像 就好像自明一个东西呀 钻进去一样的 透过去一股力的 跟那个完全不是一回事 现在感觉确实有这种东西存在 看来啊 这点穴确实是一门奥妙无穷的功夫 那么他的奥妙到底在哪呢 按照咱们中国传统的中医理论的说法呢 人体上呢一共分布着14条直行的经脉 还有由经脉弘向分出的落脉 合起来呢并称为经络 经络系统呢 是人体气血运行转驻的通道 具有绝生死除百病的功能 而所谓的穴位 那就是散布在经络通道上 供这个气血出入汇合的处所 人身上呢一共有360 穴位啊 它实际上是身上 人体上一些反应比较敏感的一些点 一些部位 那么就是当我们刺激这些部位的时候 我们会产生一些反应 一些变化 那么这些点呢 我们就是叫做穴位 而按照张建光的说法呢 点穴啊 其实更应该叫做打穴 就是通过外力重创 对手经络上的这个穴位 从而达到制服对手的风大 那么这样的说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 这个呢 那就得由专家和仪器来说 这是一个红外热像系统 红外热像呢 就是说可以把那个物体的表面温度分布 通过红外探测器 给它形成一个图像 点穴位以后 如果说有这种效应的话 那么它呢 可以局部产生作用 远端 在实验室里呢 张教授呢 是自告奋勇 担当起了被点的重人 当然 因为张教授没有张云来那样的抵抗力 所以呢 张建光这次啊 只是用最小的功力 在他的手臂上轻轻点了一下 点完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 有疼 有麻木的感觉 重发重感 酸脏 酸的感觉 有这样的感觉 那么这种感觉 它是怎么产生的呢 哎 科学仪器啊 向我们道出了其中的奥妙 电脑屏幕上这些颜色不同的线 激入了张教授的手臂 在点穴前后不同阶段的温度和血液变化 而这些变化就是点穴的原理所在 点穴以后的三分钟 点穴以后的六分钟 这是点穴以后的十五分钟 这确实可能还有一定的作用 这一定的作用呢 主要呢 可能是 一个 中医理论讲的 就是阻断了气血的运气 它被一个外力造成的一个 呃 出现一个位置的一个 错乱 一个改变 这种改变呢 因为在这个软组织 周围呢 分布着很多神经末梢 然后这种 呃 突然的改变呢 使得这个神经末梢 受到了一个刺激 这种刺激 表现为疼痛 或者特强的酸麻症 啊 等等 就这种突然出来的 这种神经的这种刺激 使得人就 一定要去顺从它 所以就 就弯腰了 或者是不敢动了 那么 呃 当你用一个办法 不管是扎针啊 按摩呀 或者是人家武术的那种 特殊的点穴啊 或者是一个外力啊 哎 使得原来 错乱的这个组织 又恢复到正常位置了 哎 这个对呃 外周神经的这种刺激 消失了 我们这个气节呢 就变得通畅了 经脉又通顺了 然后症状也就没了 总之 点穴的原理呢 与奥秘 就在于中医理论里的 人体经络和气血 说到这儿呢 我们不能不佩服咱们中华传统医学和武术的波大精神 直到今天呢 西医在进行了大量的人体解剖之后 都没有发现经络的存在 在几十万倍的这个电子显微镜下 人们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半价重情 那至于咱们的老祖宗 他是怎么发现他们 还利用他们创出点穴神功来的 只能说呀 科学无止境 张教授他们还得再接着探索下去 对了 您要是对这本功夫也感兴趣 学归学 可别乱往别人身上招人 张建光师傅身上那种小心谨慎的精神 您可得好好学习 电子 必须 flight 氏